這戶車雖然火急 趕到高鐵桃園站 傳出了旅客在車上昏厥 沒了呼吸心跳 不幸的是 搶救一百零二分鐘 仍然不治 而這回不幸逝世的是 金融圈的重要人物 55歲的卓晉雄 擅長保險法 商事法和金融法 是東海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兼系主任 台灣保險法學會理事 也是南山人壽獨立董事 學長豐富 脾氣好 為人面面俱道 突然辭世 已讓業界朋友震驚不捨 卓晉雄25號上午9點39分 搭高鐵從台中往台北 在10點10分突然失去意識 被乘客通報 也僅急在桃園站臨時停車 駐站護理師在10點13分逗場 他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4分鐘後救護車抵達 將人送往醫院 可惜仍回天乏術 在11點52分宣告死亡 環境移動的時候都會經歷 大概10度左右的溫差 在室內室外或是車廂內外的一個部分 那這對於心血管有問題的朋友們 可能會造成一些風險 氣溫走降要注意的不只是日夜溫差 就連室內戶外溫差也會致命 而在新美市汐止車站也有女子 突然心跳停止 來 先解開 小姐 我去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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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當下有民眾先協助實施CPR 並使用PAD電擊 最後 恢復呼吸成功挽回性命 醫師也提醒三大點 在室內外移動時注意保暖 少吃油炸物 並補充水分 調節體溫 減少溫差之下心血管風險 原新聞最好的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